不过尽管这样,孙耀廷凭借着自己的聪明、伶俐,还是一步一步地在靠近自己的梦想。 他甚至已经走到了端康皇贵太妃的戏班子里了。 由于在再涛府中曾经练过,所以孙耀廷在戏班里虽然演不上主角,但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人物。 一次,端康皇贵太妃心血来潮,召见了孙耀廷,在听说他念过书之后,甚至还让他读了一段报纸。 当时的孙耀廷在事业上可以算是顺风顺水了,不但在戏班里有了一定的地位,甚至还让端康皇贵太妃对他印象深刻。 此时的他就差一个机会,就能像小德章一样成功了。 但是,一个突发事件让他的梦想破灭了。 1923年6月26日,紫禁城建福宫的西花园秦湖。 由于紫禁城内缺少水景,也不充分泪水,所以只能看着火势蔓延。 最后,大火烧毁了400多件宝物,以及大量珍贵宝物。 由于起火的原因一直没有差别,同时,宫里的太监因为少的可怜的收入,已经偷盗成风。 所以,溥仪坚定认为,室友太监为了掩盖偷到宝物的罪证,而故意走火。 于是,20天以后,溥仪颁布的一道诏域,将此进城里的太监全部裁撤,赶了出去。 这里面就包括孙耀廷。 感谢您做的! 谢谢大家